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这样一个记载 说在大德五年12月 那么相当于1301年底到1302年初 14世纪初这个时候 江浙行中苏省的官员报告 江浙就是今天的浙江 今天的江苏这么一个地方 想报告 报告什么呢 说杭州路啊 再成一 杭州当时是个路 路府州县 路不是道路的路啊 是个行政机构 报告 说最近啊 他们接待了一个使臣 名字叫塔支塔柱丁 我们知道 这个阿拉伯人的名字 灰灰人的名字 塔吉都丁 就是塔柱丁 他呢 奉圣旨 戴的虎服 要到哪里去呢 到一个国家 叫 马赫大叔 一个藩国外国去 干什么去呢 去争取狮子和豹子 所以他要求呢 去的很远 沿途要吃饭了 船上要带的粮食了 他要求两年的奋力 他要求两年的粮食 不光他自己的 还有他的随行人员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呢 又有一个使臣 他的名字叫 戴祖丁 那么这个人呢 使臣和他的随从 一共35个人 他们要到一个 雕吉尔 这么一个地方 去取豹子 我们知道 中国到西亚 到非洲的使臣 非常喜欢进贡狮子 进贡豹子 作为真奇异兽 来养着 这是他们一个习惯 我们中国的内地 南方到北方 没有送这个习惯 这是西亚地区 最喜欢进贡的东西 提豹子 要求多少呢 要求三年的 粮食 要35个人 三年的粮食 那么这个在我们 永乐大殿 今天保留下来的 资料中间是保留着的 在第一万九千多卷 保留着 那么这个 马克达树 藩国是什么地方呢 它就是 今天索马里的首都 今天把它翻成叫 摩加迪萨 元朝就翻成 马克达树 那么在我们 郑和的航海的资料中间 把它翻成 木古都苏 非洲的东部 那么 索马里在 非洲的东部 非洲之久 这个地方 那么也就是说 郑和去过的 非洲东海岸 元代也去过 这个史臣就是去弄豹 弄虎弄弄弄弄弄弄 自动弄弄弄弄弄 就是 那么 雕吉尔是什么地方呢 雕吉尔 我们知道 到 摩加迪萨 到东非 他要求两年的粮食 这个 他一般回头的粮食 是对方 给他准备的 他去 他到了 到了 到了印度 从印度停下来 再等 重新等风 再过去 要两年的时间 那么 雕吉尔就更远 要三年 那比东非远多了 是什么地方呢 那么 我们有个推测 这个雕吉尔 应当就是 伊本拉图塔的老家 摩洛哥的 那个家乡 他的 他的故乡 叫丹吉尔 应该就是这个地方 所以 他更远 那么我们要知道 今天到摩洛哥去 如果坐船 我们沿着 红海上去 那么有 苏伊士运河 再走到地中海 到地中海的南岸 摩洛哥在地中海边上 我们就可到了 但是 这个 苏伊士运河是 19世纪 才修的 在元代 那个时候 你到了红海 走到头 你不通的 要上陆地 再换船 才能过去 是不是 确实是非常遥远的 因此 要更多的粮食 要50%以上的粮食 当然还有 根据 那个 那个大明魂一图 我们知道 元代 中国人就知道 绕过非洲 从直播落在海峡 也可以到 地中海去 所以我们现在 不太清楚 虽然我们大概 能够确定 刁吉尔 就是摩洛哥 这个丹吉尔 但是我们不太清楚 这个使臣 这个艾祖丁 这个人 他究竟到达了 红海这个地方以后 他向北走过去呢 他还是绕过 这个我们不太清楚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准备花三年的时间过去 这一点我们可以知道 元代 航海 走的地方 比郑河还要远 还要远 好了 那么最后 我们再讲 郑河之前 一个非常著名的航海家 他的名字叫 汪大约 那么这个人呢 他是一个南昌人 他生于 原文中 至孙年间 那么这个人呢 他曾经两次出国洋 学者们过去不太清楚 他两次 虽然两次 是怎么样 每一次到过什么地方 过去不太清楚 那么最近呢 我根据我自己的 研究出来的那个理论 就是中国出洋航行 两条 或者是越过 东海 沿的东洋航线走 或者沿的西洋航线走 各走各的不能回头的 那么他两次出洋 应该一次 下了东洋航线 所以他记载到台湾 他记载到旅宿 记载到澎湖列岛 澎湖他记载过的 第二次是到了西洋 我认为 这两次 指的是这两次 而不可能是 意思是到处 这是不可能的 他不像经典的船 那么他 回来以后呢 他就写了一本书 叫做导仪 导仪制 仪制是外国人 导仪就是住在 海岛上的外国人 那么这样这本书呢 他到了泉州的时候 当时泉州的 这个地方官 这个维吾尔人 很器重王大元 因为他知道 很多外国的事情 就正在 就正在主持编 泉州的地方制 叫做清源制 清源制 清主的清 原流的原 实际上是 泉州这个地方的 一个地名 编这个字 他说 你把你的经历 写过来 我们把它收在 这个清源制中间 那么这是他第一次 进入这部著作 当然这部著作 今天没有保留下来 他回到 家乡去以后 问他海外经历的人 太多了 他说你们 也别问了 我把我的这个 海外的经历 我再重新整理一下 所以他以后 到了南昌以后 他又把他的 这个旅行的过程 整理成 一本书 叫做 导移之略 刻出来 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那么导移之略 这本书呢 如果我们要讲他在 我们中国航海史上的地位 他的上面 就是宋朝末年周去飞 所编的李外戴达 和 那个赵鲁阔所编的朱藩制 李外戴达也记得 很辽阔的地方 记载到了阿拉伯 把地中海 叫做西大师海 把印度洋北部的 这个阿拉伯海 叫东大师 叫东大师海 还记载到了 亚历山大 灯塔 埃及达山的 都有记载 赵鲁阔的朱藩制 也是非常有名的 但是这两位先驱者 就是宋末 这两位先驱者 他们本人 都不是航海家 他们没有出国样 他们只是在 中国的东南部 利用 接住 外国人的机会 采集到的信息 变出来 所以虽然是 很重要的攸关 海外地理的书 但是他们不是 亲历 亲见的 而 汪大远不同 汪大远自己说 我这本书中间 凡是我没有看过的 亲眼见过的地方 我不去 所以他提到了 一百个地名 中间有九十九个 是肯定他亲自去过的地方 这就非常非常的 珍贵的 他留下了一个 他自己看到的 当时海外世界的情况 在他之前 当然也有 航海家 曾经到过柬埔寨 留下了什么 真辣风土记 当然他记得是一个国家 不是整个 当时西特别阳 北陆阳地区 所以汪大远有 非常大的加持 他后面 他是 这部书编出来的时候 引导了原末 到了十四世纪五十 再过六七十年代 就是郑和 航海的时候 所以 郑和时代的航海家 出洋的时候 带着他的书的 马欢 就是郑和的那个翻译 马欢 就明确的提到 我到某一个 到任何一个国家 我就拿着岛仪制 我来图 读为我亲自看到 和郑和 和汪大远讲的是一样的 他亲自验证的 那么说明 这郑和的记载 在当时 这个汪大远的记载 在郑和时代 就非常受到重视 认为是一个 到海外去 一个必须要带的 一个旅行指南 汪大远亲自聚会 那么汪大远 不但提到了海外 各种各样的 这个奇闻玉事 描写了当时 中国人所不熟悉的事件 汪大远提到 中国的铜钱 在很多国家 作为硬铜货的使用 就像今天的美元 全世界各国 都把它当作 硬铜货一样 当时在 北陆洋地区 好多国家 都把中国的铜钱 当作 硬铜货 当作货币来 买卖东西 就用中国的铜钱 来买卖 自己国家 本国 没有货币 这个一直到 我们今天 我们到泰国 我们到文莱 访问到 马来西亚博物馆 中间挖出来的钱币 那都是中国钱 在那个时代 他们自己没有货币 那么另外呢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汪大远提到了 好多 他那个时代 在海外活动的中国人 比方说第一 当他到帝文的时候 那就是东洋 今天的帝文 后来独立了 他在帝文的时候 他说 在帝文 有泉州 有吴姓 姓吴的商人 在那个地方 居住 泉州人过去的 帝文就是所谓 我们讲到的 大东洋的一部分 那就是他沿着 从泉州出洋 渡过台湾海峡 沿着东洋航连 菲律宾过去的 第二个证据 他说 元朝 一直到 汪大远的时代 他到 这个 格兰岛的时候 印尼的 他碰到 有元朝 征找蛙 使必高兴 治元29年 在忽必里的晚年 曾经 曾经去征找蛙 征找蛙 有一些失散的 士兵 可能打散的 可能是传播失事的 他的后裔 和他们还在那里生活 汪大远的时代 他出洋的时代 离使必争吵 完又去 三四十年 三四十年 隔了三四十年 那还不远 因为老人现在 还活着 就是他 这是第二个 很有意思的记载 第三个 更有意思的记载 就是说 他在印度 那到了西洋 在印度一个城市 这个地方呢 叫沙里 巴丹 今天呢 印度南部东海岸 有一个叫 纳加帕塔姆 这么一个地方 他说啊 他看到有一块碑 这个碑呢 是 上面写的字 是什么字呢 是一个塔 上面写的 贤存三年 八月毕宫 八月把它造完了 贤存三年是宋墨 1267年 也可以说是原初 是不是 在这个时候 那么这个塔 在印度的文献中间 英国人 也记载到的 十九世纪 还保存了当地人 但那个字已经没有了 说当地有一个中国塔 是古代的一个中国塔 那么这个中国塔 如果没有汪大渊的记载 它的字没有了 你怎么能知道 这个塔是什么时候造的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 它是十三世纪的中叶 1267年造的 这是我们讲的 汪大渊记载的海外中国人 当然那些中国工匠 那些人是什么人 我们不清楚 他就跟那个中国人 在当地住的 第四 那么汪大渊 他还提到 这个在真辣 有唐人 有中国人在那里活动 这个这一点和 这个真辣风土记的 记载是完全一样 当地人把中国人叫唐人 这是沿用旧称 汉朝 海外的人把中国人叫情人 这就是今天 China中国这个字的来历 那么今天 在宋元时代 甚至明代 海外的中国人 把自己的中国叫唐山 老家 就沿用了唐 这个地名 今天我们把海外 中国人聚集的地方 叫唐人街 这还是中国人自己的 城委 但是你到了海外 他就叫China Town 中国人的居住 居住区 所谓的唐人 就是中国人 当时中国人的自称 唐人 另外 在伯尼 就是今天的文兰 婆罗州 加里曼丹岛 汪大远记载 说当地的人 非常喜欢唐人 喜欢中国人 伯尼这个地方 我去过 文兰 文兰 现在全国 人口中间 可能有五分之一 就是华人 当地那个做买卖的 超市 百国商店 商标都是中文 当然 他不一定是 王大远那个时代 留上来的后裔 不断地有中国人去 现在 文兰 苏丹的 一个顾问 叫做扎法尔 我到文兰去的时候 他 一副打扮 是文兰人的打扮 穿个袍子 头上戴一个 那个苏家诺戴着 那个黑颜色的帽子 跟我讲话 都用英语讲 但是他私下 跟我吃饭的时候 他说起 他会说几句中国话 他说我姓王 也就是 在文兰的人口中间 从汪大远时代 一直到今天 都有相当多的 华人 在那个地方 今天我们在南京 在安德门的外面 还有一个 伯尼国王墓 那是明朝初年 文兰的一个国王 到我们明朝的 明成祖来访问 受到郑和下西洋的影响 最后在南京死掉 叫麻加日 这么难 什么 一个人死在这 文兰和中国的往来 非常非常密切 那么这是我们讲的 第四个证据 第五个证据在龙牙门 那就是今天新加坡 马来亚海峡 在北端这个地方 说当地男女 兼中国人居之 当时就有中国人 这个英国放弃 马来亚殖民地的时候 原来他要建立 原来新加坡 就是马来西亚的一部分 英属殖民地 那么这个英属殖民地 后来新加坡独立出来了 因为他华人比较多 不像马来亚各个州 他独立出来了 过去人家 追溯新加坡的华人 都说 那个是英属殖民地 建立以后 华人去做苦力 才建过去的 不是的 这个地方有华人 汪大元时代就有了 就有华人 所以才会有一代一代的华人 不断地过去到海外谋生 那么最后一条 汪大元说 在伊朗的马鲁建 米拉河 这个地方是 是在德赫兰的北面 他说 当地的酋长 是中国的林藏人 林藏也是 今天的福建人 姓陈 也是中国人 那么这部分中国人 怎么过去的 也有可能跟着 叙利乌的军队 过去的 也有可能是 全州做生意的 海外地 我们不知道怎么过去的 但是他当地 他发达的很好 他变成了当地的酋长 那么这就是汪大元 他所看到的经过 他知道这个海外 这些华人在当地 都是中国和当地人民之间联系的桥梁 都可以说明 在这么多地方 都有 往来于中国和这些海外国家的船舶和人员 所以我们说在郑河之前 这个印度洋是一个非常繁忙的海洋 郑河带着他的船队下西洋 那不是偶然发生的 他有一个坚实的基础 这个坚实的基础 就是蒙元时代的海上活动 那么我们这一家 就到这里 就接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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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